豉油王中蝦 不是,花竹蝦 花竹中蝦 花竹中蝦 花竹中蝦,還有一元的出來 大蝦 花竹大蝦 幸好你扭出一元多重要 一元多重要 蝦當上升了一級 由中蝦變成大蝦 很貴 肉實質 爽口 很簡單 豉油王 生熟度拿捏得非常好 肉又爽 新鮮 新鮮的海鮮就是這麼好吃 下一張 這是自己買的 所有海鮮都是自己的 你看看這隻 蘇格蘭聖子 很長 應該的 這隻才好吃 這樣才好吃 我和你唱唱反調 你喜歡吃小的 我喜歡吃江節一大廚的 小的短的 我沒吃過 我覺得比較濃 你覺得小的比較濃 這不是我講的 基哥也說 蘇格蘭、挪威、冰島等 這類的大野太子 有一個好處就是爽 哦 但說味道 他也很同意我 江節出的短短的城市 記得我們去馬德利 有一間中國餐館 有政治的 那些很短的 就是那些 哦 那些是大陸的 應該是 那些是 這隻也是 我看見很長 手掌 厲害 你看看肉是多大 下一張 麻煩 在這裏 我應該沒有一元 沒有 我記得了 這個就是 聖旨就是這樣 你做完之後是在住的 但你看見那個殼多大 你可以猜到那個肉是有多大 好吃 聖旨在歐洲我們沒有吃 是嗎 沒有的 雖然是鬆的 但沒有 真的沒有 如果我看到我都會買來什麼 試招炒 有多難 試招炒 沒有就是沒有 還有現在 英國 已經不是歐盟 不是自己人 入口就要有其他東西 英國 最近解決了這個問題 解決了問題 對 剛剛簽了 新委成 這樣可以 以前就很麻煩 因為你已經不是歐盟 你要拿入口證 出口證 有很多衛生證 搞很多事情 但如果歐盟 當你歐盟的話 就可以自由出入 沒有這些管制 現在解決了就好了 我希望在北九 我將會在維也納街市 看到這些青口 不是青口 我可以買回來用士招炒 下一張麻煩你 鮑魚 鮑魚通常會蒸 這是什麼焗的 這是炸的嗎 這是炸的嗎 我覺得是炸的 炸了 因為它有少許用避風塘的造反 是呀 是避風塘的 我只是目測 我沒有吃這餐 因為我不行 我那天不去到 這個應該是避風塘的造法 上面的蒜蓉 沒錯 下一張給你一元 你看看 街慶大酒樓 街慶大酒樓 多麼大隻 我咬開的時候 中間的橫切面 那裡真的有3cm厚 很棒 我是第一次用避風塘的造法 來吃鮑魚 那天這菜又吃得很開心 下一張麻煩你 龍蝦 上湯衣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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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你那個善輩衣麵 有粉絲 沒錯 他後來做了衣麵 我的衣麵 因為我本身是喜歡吃衣麵的造法 這個很好吃 有什麼芝士 龍蝦 都沒有了 真的上湯做這個 這個龍蝦 我想應該很大隻 因為這麼多人吃 我都吃了兩塊 這隻我不知道有多少斤 因為我買了蔥的時候 他還叫我 但那天我在竹麵館 我們當值 就是三島食經 新春乾貨小市集 我在那裡正忙 他說去買菜 我就參與不到 後來去到時候 已經買完了 吃的時候就吃到 所以我不知道龍蝦是多大的 但我猜到龍蝦也相當大 因為我們那天有一圍有十二三人 那天我們兩圍 兩圍朋友一起吃飯 應該買了兩隻 不是一隻 買了兩隻 好 下一張 麻煩你 這條 這隻叫什麼蠟 這是蠟魚 新二哥給我介紹過 她說她的嘴巴是怎樣 蠟魚 但這隻蠟魚 我記得一個很噁心的名字 牛屎蠟 因為我小時候是牛屎飛 你認識 那你說一下 這隻是怎樣 他說在蠟魚裡面 這隻是好吃的蠟魚 抵食 抵食 抵食的蠟魚 好吃就見仁見智 蠟魚我真的沒什麼經驗 黃腳蠟 某些黑蠟 有些人覺得 黑蠟 新鮮也好吃 很大條 新二哥說 看著她還在游 馬上拿出來 馬上進去廚房 叫師傅做 你吃新鮮魚 香港人都認識 歐洲人不認識 肉實 鮮甜 歐洲 我不是跟你說 捉到魚 馬上冷死 立即不養著牠 第一 養著牠成本貴 他們覺得殘忍 馬上冷凍後 急凍後 盡量保持味道 因為那些船 也有一個冰櫃 拿上來 就這樣放進去 冰櫃 就已經是雪 有什麼淡氣 液太淡 很快就急凍了 希望保持味道 和肉質 這個就是他教 奧地利人 這些不是普通鯽魚 牛屎鯽 鯽魚裡面 這就算是好吃的 新二哥 新二哥真的很照顧我 遲些他又說 下個星期 勇基他教我去吃 其實還有一間 在西環 所以其實 每個人都是食家 真的 別說自己是食家 我不是食家 我是飲食文字供應商 我是喜歡吃食家 在香港 尤其是海鮮 蒸魚 我很喜歡吃蒸魚 我只會收拾 沒辦法 全世界 但是香港人說蒸魚 我覺得 最近幾年沒有去到大陸 我不知道大陸 現在蒸魚是否更加 你知道 出了一些工具 有桑拿 其實好像蒸籠一樣 我最喜歡吃蒸魚 因為蔥、薑、蒸魚、豉油 我甚至乎之前 我不是住在酒店 我住在南昌村的時候 我有一頓是買一條海鮮回來 那些什麼斑 那些叫做 東星 慈善 這麼貴 東星 最便宜的斑是什麼 沙巴龍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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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斑 沙巴龍躉 沙巴龍躉多不開心 畢竟是斑 這些是工廠養出來的 我也是買一條油水的 回去蒸了它 加點醬油 加點薑蔥 我一味菜 一個人吃一條魚 一碗飯 真是開心到又便宜 因為包華街小便宜 沙巴龍躉多貴 只需50元 50元已經有一條油水 那我有海鮮吃 一餐我又不吃肉 不吃其他那些 這些叫什麼 high quality的蛋白質 你真是 有人回答了 那些叫基松涌 基松涌 對 基松涌 貴人真是貴人 一時我想不起那個 吃開這些東西 對 我這些 我是基松涌 這是我三四年前才認識的 之前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下一張 麻煩你阿成 這個叫啥啥啥做法 這是啥啥的 這是芥蘭 啥啥的做法 最重要是鍋子要夠熱 加上酸蓉 不是最重要是啥啥嗎 啥啥是一個動詞 啥啥的 怎樣動詞 這個不是動詞 你辣下去 不是嗎 我不會回答你 這個 一進去房間裡 已經全部香了 這個我也很喜歡吃 我每次吃飯 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會點這個 因為我做的做法很好 熱烈烈的 菜在裡面 辣完之後 加上蒜 很香 聞起來很香 吃起來很香 真的很棒 這個做法 那天晚上吃得很開心 下一個麻煩你阿成 之後 好像差不多 剛才的芥蘭 這個是西蘭法 我知道 我懂得看 這個差不多做法 不 你叫兩個菜 明白 下一個 這個 蛋白炒飯 加上少許瑤柱 這頓飯 買了這麼多東西 我覺得是很划算 例如在外面吃 去餐廳吃 食肆 私房菜 加起來也要一千元 走不掉 那天 只是龍蝦 還有 扇杯 聖子 花竹大蝦 那時候 你去吃 都可以點這麼大的 花竹蝦 即是你給錢 其實現在有很多花竹蝦 有沒有養的還是竹蝦 會不會養的 我聽別人說 現在 比例上有多少 即是越來越多 沒有告訴我比例有多少 要懂得選擇的人 我比較少吃 這頓飯 每人評分 五百多 這樣很划算 好像五百三十或五百四十 很划算 我只是計算食材 你去餐廳吃不到這麼漂亮 蝦這麼大 鮑魚等 所以我覺得這樣吃法 真是最划算 那晚是別人要給 我那份還不用 分開 分享我那份 都是五百多元 為什麼 下一張照片 那天人家跟我做生日 哎呀 你過了 過了什麼 明天 是嗎 3月9日 婦女節後一天 為什麼要婦女節後一天 我怎麼知道我媽媽 問Mary姐 問Mary姐 為什麼不做生日 那天就是一群好朋友 和我做生日 厲害 有很多芒果 這個好東西 Fanny說 Andy 吃這個 這個好東西 我看到芒果也多 對 很好吃 這個好在 我不知道Fanny去哪裡買 你吃蛋糕 我吃得多蛋糕 你會知道 用什麼麵粉做 很好吃 雪花蛋糕 那類的東西 很好吃 下一張是否還有兩張想想吃 那天就切蛋糕了 哇 我小時候也有這種吃法 去李漁門 去樓浮山 三勝村 雙熟的 買一些材料 叫來鳥加江 只加些油鳥錢 如果我去吃飯 我會喜歡這種吃飯 食材我自己一手一腳選 是啊 我也是 自己一手一腳選 我喜歡哪一隻 大哪一隻 我選擇過 這樣就要他們選擇到 一間食肆 做得好才行 做得好 你買了當然你認為最划算 最好的食材 找他們做 如果做得不好 就浪費了你的心 那些朋友說 試過吃兩次都可以 不如我們做一次 我不是太過趨向一些 我們去吃這間名店 有什麼東西吃 一吃就說一二千元 我覺得吃東西 我是吃食材 吃廚師 但是那間店的名氣 我比較少去注意這件事 尤其是裝修 我最不介意裝修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